头部烫伤案例 我是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 2014年1月30号除夕晚上 在湖南老家 我孩子被爷爷刚烧开的开水烫到头部 孩子当时大声尖叫哭闹 不停地要去抓烫伤处 但我内心很镇定 因为我深信原始点 我就一把抱住孩子 在他耳边一直重复 孩子都是妈妈的错 不怪爷爷 你会马上好的 随即就在烫伤处 撒自己做的生姜素 孩子慢慢就平静下来 差不多十分钟后就不要我抱了 他说妈妈我不痛了 我好了 烫伤处理的恢复情况照片如下 2014年1月30日 2月1日 2014年2月2日 2月5日 2014年2月6日 2月6日晚上 2014年2月9日 2014年2月9日 此案例处理时间共12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